這個節目由ChildaGolan的贊助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TV的小編 Martin 今天我們M.TV就請到開心哥 Samson 心仔過來做個訪問 你也知道我叫開心 當然啦 讓開心誰不認識你 Hello 我是Samson 魚人 之前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去了新加坡 近期在今年2月份回到香港回樓 那些人多數會稱呼我叫Samson 心仔 又或者是有些不知為何老前輩 就叫我心野 弄得我有點不好意思 近期見你的近況都很頻密地更新 又見你去新加坡 又見你去好像馬拉那邊 總之我見你到處去 近期有什麼大計劃 你好像很忙 近期沒有 其實2019年主要就丟多一些比賽 因為那個工作轉換性質變成home office 去到哪裡都可以做到事 變相不用鎖死時間 會飛去亞洲的地方會比較多一些 新加坡馬拉西亞有比賽 會過一過去參加參與一下 很多人都想知道 你扔標都是 我們見你都是布希亞的一份子 其實你有沒有什麼扔標的心得 可以分享給我一些新 剛剛還飛標運動的朋友 或者一些可能 現在到了平頸位 上不到他的朋友 我想我的心得很簡單 兩個字 扔飛標我最重要的是兩個字 意識 必須在你練習的時候 你能明確地知道 你的標去到哪個位 而你怎樣去調整 裡面包含了很多東西 就是你的mind 你的思維 意識對不對 去控制到指標 你的手 意識度 是否在做調整 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包含在這兩個字裡面 最重要是你的方向是對 你想清楚那件事 指標高了 就扔低一點 怎樣令它扔低一點 大致上是這樣 在練習方面 而帶回去比賽的話 人們常叫我不要想那麼多 其實意識 你必須在練習裡面 不停去做 不停去記住這個意識 這兩個字 而去到比賽的時候 你那個意識 是被帶出來的 是被動的 不是你主動去 所以那些人才會說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那麼多 揮出去就是了 因為你在練習的時候 已經純熟了 將這個mind在裡面 這個是我少少覺得 如果你是可能 昨天丟到今天丟不到 可能你琴來有意識 今天的意識 被下降了 所以你們就會有一個 不穩定的情況 亦都有其他東西 不要因為一時丟不到 而令到 覺得自己惡 是不是退步了 或者有東西錯 可能是精神狀態 可能是你那個 體力 或者你可能 有些工作壓力 或者可能有其他東西 影響了你 令到你丟不到 所以記住 記住 不要隨便去改動 自己的動作 因為一日半日 丟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 保持到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意識 如果正常人 付出時間去練習 都應該會慢慢進步 我原來是 近期 見你也有說 你自己也有說 你出了一套新錶 不如簡單介紹一下 你這套新錶 新錶 見到你 很漂亮 Stand 幫我放在這裡 其實這套錶 主要是 用三種顏色 三種顏色去配搭 是這個Strike Dust 我一個新品牌 在新加坡 第一套飛錶 老闆說想做俊男 黑色的Coding 上面會有少許銀色 在中間 後面還有紅色的 這套錶主要是中前重心 但它不是很前的 因為它接近是平衡的 它是前了少許 重心 肥 它的肥仔度 沒有像子彈那樣大 它是6.5mm左右 就是適中的位置 重量18g 再加上長度42 我想都是一些很大路的飛錶 主要是在Grip 做了一些功夫 在Grip 你做了一些功夫 我看一套錶 其實它有些位置 好像紅色這個位置 它都是一些 好像靈形的紋 對 好像靈形 那裡有一個弧度的設計 它會令到前後啞 會令到錶手 你拿著錶的時候 你不會向後 不會向前線 因為之前 我出過另一套 在另一間公司 那是第一代 這次第二代 就是因為第一代 我們可能扔飛錶的時候 會有一些碰撞 飛錶和飛錶 就是你扔得比較 它會令到Grip 很快就會收了皮 收了皮 然後這次這個設計 令到Grip 其實最起碼 我現在扔了 這套錶用了整個月 基本上整個Grip 還會保留 我希望Grip 可以保持久一點 因為我上次那一套 大概一兩個月 我就會換一套來扔 因為紋已經沒有了 一兩個月換一套 都很快 證明你的骨瓶都真的很厲害 一兩個月換一套 其實是很開心的 證明老闆對我好 好奇 我看到它 好像中間這一節 其實它的紋都很密 如果清理起來 首先你這麼密的紋 你有coating 你不會用牙刷的 一刷些coating 其實有什麼方法 因為你一定有想過 這個 會紅 基本上 因為你看到後面 譬如海洛去做個弧度 然後中間那個位 就是塗了一些紅色 對 就是塗了一些紅色 那個位置就比較細 未必用牙刷 或者用什麼都可以去 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這麼容易清洗到它 通常我們要用 CAMMATION的洗錶水 Exkin 我們基本上放下去 大概三分鐘左右 它的東西就自己分解 這麼厲害 是啊 聽聞你現在這套新錶 1月1日可以買 到底現在暫時可以在哪裏 澳門當然是百馬雅標刊 另外會在韓國 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紐西蘭都會有 是啊 香港的店鋪 我略略會 1月1日會開帖 讓大家知道 因為店鋪很多 我怕會趕漏 所以我留給你後期剪接 好 同時好像1月1日還有另外一套標 那個是Hugo那套標 也同時間 對 他懂得選擇日子 選擇同日 真的 同日撞日 1月1日2020年 其實都是公司的第一套標發佈 上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就發佈第一套標 順便 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會出現 Strikedust那邊 Hugo那套標都很受歡迎 因為他一拿到後面的位置 一聲就中了燕布 那次第一次扔 嘩 這麼厲害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能Hugo也介紹這套標 就非常好 可以 但後面可以的話 我再有Hugo 我叫他過來再講 他的標講解一下 嗯 但他很害羞 害羞不要緊 我們這裡很自由 我們都不介意別人去表現他自己 或者他不想的 他不表現就我去問他說話 好 那我將他套標的幸福交給你 好 好 今天謝謝心仔 過來我們MWTV的頻道 到我們做個訪問 如果你喜歡心仔 或者喜歡心仔套標 或者近期想換標 或者想去試一些新標 記得可以試心仔這套標 好 我們MWTV會不定期為大家介紹 不同的Fayview和Fayview產品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得去Facebook給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